甘肃民情的沙漠人参果 这个真的是一款备受争议的水果 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它 不喜欢的人觉得它水了巴叉的 这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味儿 人参果本身是一点毛病也没有 这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就像有的人喜欢吃酸 有的人喜欢吃甜是不是 如果你喜欢吃人参果 咱家这个人参果的品质 只定是没得说 那是嘎嘎的 你要是说它一点甜味也没有吧 它还是有点甜味的 你要说它是嘎嘎甜吧 它还真做不到 它就是这种水分超级足的 然后里边是这种黄然的 我这个是今天刚刚收到的 如果你放几天 把它放的软一点 更黄一点 它会更好吃 民情的这种人参果 它就是这种椭圆的状态 跟咱们以往看见那种小的圆圆的 它不一样 它里边的果肉是这种金黄色的 然后是那种多汁清甜的口感 它还是有一定的甜度的 但是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甜的 你就是会越放越甜 外表放在粘巴巴的那种时候吃着它会很甜 也不是很甜 就是有甜味 人参果就是一个水分超足 就像一个行走的水龙头一样 然后它是那种低甜低糖的一个水果 如果咱们有姐妹没吃过 想尝试一下的话 咱家这个人参果的品质指定是没得说的 万里挑一 如果你让我硬推 说这个人参果好吃 我肯定是说不出来 那我就昧着良心说话 但是你说它难吃吗 它也不难吃 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 喜欢吃的它就好吃 不喜欢吃的它就难吃 它就是水分大甜度的 比较清甜 就是水嘎嘎多 你吃它你就像在喝水一样 人参果我觉得如果拿人打比方的话 它就是一款慢热型的 你不会一下子就喜欢上它 你会慢慢慢慢的喜欢上它的这种水果 人参果都是在咱们甘肃民情 给咱们献采摘献法获的 没有喷洒农药 而且给咱们坏果包培的 都是树上自然成熟的果实 这个就是一个对比 这个是中果 这个是大果 口感味道方面来说都是一样的 就是个头的大小不一样 咱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了 这个人参果你要说它是水果当中 水分含量是这个的 我觉得真的是当之无愧呀